马华总会长廖钟来 吴拉港竞选委员会主席 拿督周美芬等人 今早在一行人见证下 正式启用设立在交赖的 吴拉港周一席补选行动室 廖钟来在记者会坦言 马华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 输得一塌糊涂 势力也大不如前 因此这场补选对他们来说 是艰难一战 但他认为既然马华是政党 就必须参战 因此希望吴拉港选民给予机会 让马华候选人能进入水州议会 我们是中央 我们不再像之前 我们有力量的国家 但现在我们是在抗扬 作为抗扬 我们是在抗扬民党 给予我们的力量 加入国家的国家 以为我们能够成为 确认和平衡国家的国家 他还不忘抨击 西蒙在执政已经接近百日之时 依然没有兑现进水宣言中的承诺 甚至还频频悠转 他相信人民看在眼里打着分 补选行动室虽然正式启动 但候选人却还没有敲定 廖中来透露 熟理总会长拿都市里魏家祥 会在下个星期宣布候选人 候选人我们很快会宣布了 等宣布好吗 因为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这个仪式 做出宣布候选人的决定 当然我们要探讨 所有的这个因素 不管是本地的 还是全国的议题 因为这个补选 是全国鼠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补选 我们有四位候选人 我们会在这个 我们这个做了决定 后再向外宣布 另外廖中来也坦诚 马华至今还没有知会 国政盟党使用自家党会 上阵吴拉港 会在近期正式通知 无论如何他强调 马华还是会和盟党 一起讨论国家课题 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各政党推动改革 八度空间邓穗金 吉隆坡报道